好 全球事實現場的時間 一起要來關注到的是 除了這個台灣的疫情之外 受到關注 在香港現在民眾也很擔心 擔心什麼呢 因為寵物店 日前這個有倉鼠 被驗出帶有新冠病毒 香港政府專家顧問 袁國勇就指出 這個倉鼠很容易被新冠病毒感染 然後發生動物之間 病毒的傳播跟變異 他說這些倉鼠 他們感染之後會釋出病毒 有可能會傳給人類 人和動物之間 相互傳播病毒的局面 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在倉鼠相互交叉 感染的過程當中 可以有基因突變 會引起這個獨立抗原 或是傳播率的改變 這個專家袁國勇就說 寵物店發現的這個病毒 經過了基因測序之後 發現跟去年12月 捷克爆發的這個病毒基因序列最接近 但是並不完全相同 分離的病毒呢 多了一個名為D427G的特殊突變 而捷克的病毒上面呢 並沒有檢測到這個突變 這也顯示說 這個寵物店發現的病毒呢 可能就是一個新的突變 那專家強調說呢 現在還不確定這個突變的病毒 是在倉鼠的體內產生之後 再傳染給人 還是呢 在人的體內產生的 這個他說呢 不知道這個突變體的傳播性 或是毒力有多強 那麼面對這個多種的未知因素 如果不趕快阻止這個變異病毒 在社區傳播的話 他可能會在香港啦 或是大陸本土啦 或是海外蔓延 導致另一場災難發生 專家是表示說呢 因此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唯有忍痛犧牲倉鼠 來阻止這一種 可能來自倉鼠的病毒株的爆發 所以呢 他說有充分理由相信 有動物傳人的可能性極大 而現在這個寵物店呢 是已經出現了第二代的傳播了 講到疫情就要來看到 哇 相當漂亮的島國國家 有這個先進之稱 淨土之稱 大洋洲國家吉里巴斯呢 在全球新冠大流行的期間 其實是沒有疫情爆發的 在歷經了關閉邊境 大約十個月之後呢 這個月的十四號 他們迎接了第一班的國際航班 沒想到呢 這個航班一架飛機上頭 有高達三分之二的乘客確診 所以病毒呢 已經擴散進入了社區 所以呢 政府決定將會在二十四號起 實施全面封鎖 根據英國衛報報導呢 吉里巴斯這一架航班 有五十四名乘客 是從斐計入境 當中三十六人落地確診 所有人呢 都進行了隔離 恢復狀況良好 然而呢 接下來這個病毒 是直接攻破了社區 那麼當地的檢疫中心 在十八號呢 有一名男性保全確認染疫了 那麼和他有關的兩名 密切接觸者呢 也被隔離 政府宣布要實時 圍期兩週的消禁 同時呢 啟動強制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也要使用這個疫苗通行證 等等的防疫措施 只是呢 一直到了二十號 在這個本土社區裡頭 又篩檢出了 有兩例新的確診個案 在疫情爆發之後呢 讓這吉里巴斯政府宣布 下週一就要開始進入 全面封鎖了 學校也要關閉 民眾呢 非必要不得外出 然而現在當地民眾 是已經出現了恐慌情緒 因為這個當地確診的消息呢 並非由政府 並非由官方公布的 而是被外流的 那麼就有一名 這個三十二歲的教師 是表示呢 疫情爆發是無可避免的 不過呢 他其實也是一名父親 他對他的孩子健康 感到擔憂 因為小朋友呢 目前是沒有疫苗可以打的 那麼有人認為說呢 政府如果到下個星期才封鎖的話呢 恐怕就已經太遲了 那麼另外也受到疫情波及的 還有這個英國首相強森了 他最近陷入這個派對門的醜聞 遭到了多名在野黨 甚至是同黨同志的要求 希望他辭職下台 不過他堅持不下台 沒有想到呢 19號這一天 強森在國會上頭 面對這個自由民主黨黨魁 逼宮的時候 竟然脫口說了中文 向對方問好 讓現場相當傻眼 戴維剛剛講完話 強森一站上台發言 竟然就用中文說了你好 有網友認為強森是故意要轉移焦點 因為戴維被揭露 曾經在2013年的時候 收取了這個大陸女律師的政治獻金 強森刻意用這樣的方法來轉移注意力 讓現場的議員瞪大眼睛不敢置信 強森日前承認說 在這個2020年封城期間 在他的官邸裡頭舉辦有酒精的派對 他雖然道歉了但是不願下台 是遭到了朝野兩黨的議員逼宮 好 另外一個話題是由於通膨壓力越來越大 有不少商界團體要求拜登政府削減關稅予以緩解 而美國向大陸商品徵收這個懲罰性特別關稅 反而進一步的影響到美國經濟 那麼路透日行的報導說有一個 由140多名國會眾議員組成的跨黨派團體 就呼籲美國的貿易代表戴維 立即重啟免除大陸商品的特別關稅程序 還要擴大排除這個關稅的貨品範圍 來協助美國自家的製造業 去年10月的時候戴維在檢討美中貿易政策之後是表示 將會批准將某些大陸進口產品 排除在美國懲罰性關稅之外 儘管當時這個貿易代表辦公室指出 並沒有計畫全面的削減川普時期 對半數以上的這個大陸進口商品加徵關稅 但迫於商界還有很多國會議員的壓力之下 拜登政府是傾向於恢復對部分關稅的排除程序 那麼這些跨黨派的議員團體 在給戴綺的信當中是表示 向大陸進口商品徵收特別關稅 只會轉嫁給美國製造商 最終傷害了美國的公司 美國的勞工 議員們是強調說 這個301條款向大陸貨品徵收關稅 對美國製造業 農業 還有漁業 零售業等等 這些企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增加的成本削弱了美國製造業工人的競爭力 他們現在投入的成本比外國競爭對手來得還要高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群球現場提供給您 出門的一周 之前的經濟 是今集消費上 Schools 感谢观看